美国前著名女团小野猫团员首次公开她经历三次堕胎的痛苦 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耶稣能医治破碎 给予饶恕的见证 今年38岁的凯亚琼斯接受反堕胎组织 美国学生支持生命播客 与克利斯丁伊尔金大声说的采访 这位前小野猫乐团的歌手公开她在女子团体的经历 以及为新途所付上的痛苦代价 她告诉伊尔金 她经常觉得自己是一名封城女子而不是女团成员 她说 这就像你成了自己梦想的奴隶 然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掌握此国度的钥匙 你没有自己的想法 空间 选择和决定权 你是一个被拥有的商品 那种控制到了一个程度 让我不禁想问 我到底是谁 被安排到这些角色 对任何年轻女孩来说 都是不道德的 小野猫曾热销1500万张专辑和4000万张单曲 凯亚于2003年12月加入该女团 当时她19岁 但于2004年9月退出 因她指控她和女团成员都受到音乐界高管的虐待 凯亚减述自己的经历不过是 卖一个谎言 她解释说 当你正在做一些非常不正确的事情 让你的身体任人摆布 你必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她说 当我看到那两个小粉丝的小脸时 我正在经历堕胎 我失去了我的孩子 那两个小女孩看着我说 哇 妈妈 是小野猫野 那时没有任何人告诉她们 小心 这是骗人的 没有任何人告诉她们 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谎言 她又说 我被玷污 伤害 我完全被恶魔所控制 没有活出生命的意义 虽然她所展现出的快乐形象是虚假的 而且还遭受到虐待和控制 但凯亚回忆起的最痛苦瞬间 其实是在堕胎的手术台上 她第一次堕胎是16岁 有过第一次 你就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什么不对 一旦你越过红线 就很容易继续做下去 我当时完全不觉得这是杀人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没跟家人说 也没跟任何人提起 我以为只是完成了一件事 不需要任何人允许 凯亚分享她第二次堕胎 是在小野猫乐团时期 我被要求把孩子拿掉 因为我曾经堕胎 所以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30岁时 她在被强暴后第三次堕胎 凯亚说她想留住孩子 但最后因压力和纠纷 而决定堕胎 这是难以言喻的痛苦 这是你一辈子都无法摆脱的 对一个女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凯亚在官网上叙述道 自离团后我就用我的见证和经历 向世人传达耶稣基督拯救生命的信息 她受访说 圣灵感动我分享我曾经堕胎的经历 2019年 她在推特上公开分享自己堕过胎的经历 但凯亚这次在镜头前的见证 也获得巨大回响 她在播客上说 这真的很痛苦 有很多愤怒 沮丧 无知和后悔 唯有当你愿意把这些痛苦交托给上帝 在这些问题上 祈求她的拯救 除了上帝 没人能让这一切消失 为了回应她所讲的见证 她在IG上写道 把痛苦交给耶稣 她会医治破碎的心灵 不论男女都应该交托给她 她已经饶恕你了 该是你饶恕自己的时候了 受访时 凯亚表示 堕胎的创伤在她心里点燃反堕胎 支持生命的火焰 可惜的是 人们不想像我所感受到的一样 开始跟年轻女孩讨论此事 她说 我们不能只一味地妖魔化她或诉诸法律规定 我们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去向人们说明 这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凯亚承认 当你堕胎过一次 你就会以为可以继续做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认为美国的文化已经把它变成是一种避孕方式 凯亚在2017年的一条推文中表示 好莱坞是堕胎文化的最大支持者 她补充道 如果你堕胎过 我们就是死去孩子的母亲 你会后悔一辈子 即使我在明天成为母亲 拥有快乐的婚姻 一切看似美好 但我仍然会后悔我曾失去三个孩子 凯亚说 拥有孩子是上帝所赐最棒的祝福之一 她表示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母亲 一名妻子 能够与人分享我所相信的最棒的礼物 甚至是在这个世上身为一个女人最终极 最棒的工作 就是成为一名母亲